理想来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来了 这是几个意思呀 看看他们能讲点啥 能避免我再背装吗 哦 这个座还给我留着呢 客厅完了 他们给我看这几个意思 这是个什么车 感觉比L7短 可能是个L6的车壳 这我熟啊 这不是后围板吗 上回就从这切的呀 这是后防撞梁 人家叫什么 自研超高墙旅行材防撞梁 的确挺结实的啊 从这这么搓 能把G8搓爆位了 它就开汗了一点点 这车架和后边什么事都没有 就不必请我到这来看 这咱都熟是吧 这多少钱我都知道 这后围板三千多 后盖是七千多 灯六千多 这个下一个包夹单出来 咱就知道了是吧 可不敢胡说 这还Mega大车楼吧 我去 以后大家路上遇到Mega多远点啊 你看这车还是轮船啊 这太吓人了 这工艺 这么粗的大梁 重卡也就这样了吧 这防撞梁 我天 这要是被Mega追了 直接后座都没了 在这 我天哪 大家看Mega这防撞梁什么样 就宫格的特别是 这样的 我天 这样只拍局部都没人想到这汽车 太狠了 研究一下Mega的后面啊 这防撞梁比我那个L7还要粗一些 后围板是这块 其实这块是一个可更换的 也是一个碰撞一损件 就如果撞Mega的话 撞到后围板的话 可以从这接 扣防撞梁 看起来比L7还要结实一点 Mega纵梁里面带一结构 大家看 也特结实 而且这儿还有一个可以拆的 就如果撞到这儿的话 咱可以把它拆了 可以换这一劲 然后连这一劲一块换 所以说造成这个碰撞的损失就会小点啊 如果Mega被追的话 可以换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只要不追到那里面都不算大事 而且看车的脚路边奇怪 现在到实验场了 他们让我上这个车 看看他们带我试点啥啊 咱可什么都试我 咱不怕 go 杀猪 看这么些完美 完成了AEB紧急制动之后的话 你看接下来的话 你看不管是我们向左还是向右 都是可以把能够出去的 非常合理的安全空间 提醒大家一下 以后万一急杀了且没被撞赶紧闪 102AES 看他能不能绕过去 我说我撞的时候怎么没有的 80里以上才有 我的速度不够 可以通过我的速度来观察一下 每幅是吧 咱看看理想L650通过半辅着路面 然后刹车 哦他会自动打方向 往回校正 车只歪了一点 OK 现在打开360 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右侧的轮子 还是在这个地府桌落面上的 这功能我的L7也有吗 也有 都有 L6789 MEGA全都有 就是在这种一边滑一边不滑的情况下 他能靠转向把这车的位置给你保证 动的去修正方向 尽量的让车辆的这个行驶轨迹 保持是正的 不去失控 好的 OK 下面试试我们在这个滑的磁砖路上起步 非常平稳的在起步 我们会已经到底了 对 其实说白了 潜移力控制系统 非常好的在工作 防止车轮出现打滑的情况 那它这个是靠 像油车一样那种牵引力控制 控制刹车 还是说它就整个电机的输出就被控制了 都会 都会协同工作 都会协同工作 从而让它非常平稳 因为我感觉它的状态 好像跟那个油车那种ESP 控制的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们就会协同工作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关闭ESP OK 现在我直接用门到底 你看这速度 仍然是非常平稳的在起步 跟刚才开这ESP的状态 是一样的一个感觉 也许它这个牵引力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 这套系统就叫ASC 智能牵引力控制系统 它是可以在ESP 失效的这个情况下 仍然可以正常工作的 整个的这套控制算法 全都是理想 完全全占自研的 现在试一把 30%的大坡上 然后我停在这一半磁砖 一半水 一半水泥地上 我停这 咱们起步 它还能起来吗 走 能感觉左侧车轮 在被控制着 艰难的走 OK 上来了 这应该是最严酷的工况了 这么大的坡 还有一边是滑的 这每台理想车 有多出来的一个刹车 在哪呢 这个P档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您的刹车踏板踩不下去了 因为任何情况 比如底下电框有点平 那时候踩不下去了 如果你的刹车还是好的 长按这个P档 它能以0.6G的制动力 把它刹停 咱们脚踩到极限是0.9G 稍微小一点 然后如果再退一步 你刹车都坏了 刹车有碗漏油了 刹车片跑没了 那么依然能刹 但是只有0.2G 它是靠什么刹呢 是靠车的电子手刹和电机 把它拽停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 刹车系统之外的 冲鱼出来的安全刹车 这个还挺厉害的 3.2.1 加到80 我们加到80 试语把P档刹车 我们准备有踩了 松开 长按P档刹车 咱们这次来试试是什么 含着油 完全不松了 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程度的限制 我们把速度加到50多 50左右都可以 那这工况其实可以适用于什么呢 就如果开车的人出什么意外了 他突然晕过去了 或者他脚一直在油门踏板上 那我们可以通过长按P 把车停下来 是吧 副驾可以帮助 对 我们是左右 含着点 它这油也能停下来 你看我现在脚 现在差不多60%以上 还踩油呢 对 现在是完全封开 对 这活动就提完了 我看明白他们的意思了 就是告诉我 你看这车结实 各种功能 避让上坡刹车都好使 你别卖 接着开 再撞再不怕 大概就这意思 大家觉得这车 看这叶子能留吗